屯門醫院急診室的擠迫情況可望有所舒緩 急診室擴建部分將會在今個星期四早早8點啟用 位於手術室擴建大樓的地下 建築面積達到3,800平方米 登記處有4個登記櫃位 分樓站增加至5個 等候區的座位由原本的100個增加至超過150個 診診室亦由原本的6間增加至10間 急診室亦新增發燒等候區 最多可以容納24人 並且有附額診診室 處理有傳染病風險的病人 對於新急診室啟用後 預計可以縮短多少輪候時間 新界西醫院聯網急診室部門主管劉儲良就說 輪候時間受眾多因素影響 最主要是求診的複雜程度